參見都督 參見都督 各位將軍, 不必行禮 要你受皮肉之苦難為阻力了 都督, 不用不安 其實都督應該大力一點 再打我幾棍 抹象傷勢越嚴重 曹操你有奸賊, 才會越醫入信 好 曹操一定估計不到 周瑜打王蓋, 原來是苦肉計 是, 我們計謀了第二步 就要靠鳳初先生來 都督放心 我向曹操投誠的事已經準備就緒 只要曹操接納你 再加上王蓋將軍的行動 那赤壁大戰, 我們東吳就必勝無疑 西周回報 原來周瑜打王蓋這件事是千真萬確 現在王蓋派人送這封物銜來 說他不甘受辱 要向我投誠, 還愛他是良官 時機成熟, 就會帶大批軍糧來頭 以表成義 細作話, 王蓋只是說了幾句 吳中廷的話 周瑜打得王蓋皮開肉難 王蓋是將軍 還有功臣被周瑜的皇無小子 當眾羞辱 盟生去義 改頭明主也不足為奇 但是如今我們和東吳開戰在職 王蓋忽然倒戈, 當中會不會有詐? 文藥, 你認為呢? 王蓋是真心投誠, 定義或另有所途 有待日後觀察 但是他帶糧草來頭這一點 到時我們小心驗收 如果是真的話 我們就能夠不費一兵一卒 就得到東吳的糧草 此消彼長, 對我們百利而無一害 一如中的, 好 文藥你真的負責和王蓋聯絡 安排投誠的事 是的, 丞相 掌鋼兄 鳳初先生 沒人看見你渡江來我們陣營 請放心 我做事一向很小心謹慎 你真的決定投誠? 我是不能不敢捉 因為周瑜? 打王蓋的事你知道了 周瑜心胸狹窄 王將軍只不過跟他衝撞幾句 周瑜就當眾羞辱和毒打他 我見周瑜心胸狹窄, 品性凶賊 我和王將軍當時都是同一陣線 周瑜一定不會放過我 周瑜, 你現在的處境很危險 你也曾經被周瑜出賣利用 令曹誠相對你失去信心 我們也算是同一陣線吧 周瑜, 周瑜已經是我們的敵人 你幫我引戰, 我們一起對付周瑜 你又可以將功補過 我幫到你, 你又可以幫到我 傷得亦將, 大家都有理 好, 我就在乘上前力戰你 請你靜候解釁 鳳初是個不可多得的人才 他的師尊更是博學貫天的水鏡先生 而他盡得水鏡先生的爭存 更是青出於藍, 勝於藍 水鏡先生最擅長的就是行軍戰略和鎮法 信軍師說得沒錯 水鏡先生最體重有兩個弟子 一是諸葛亮, 另一個就是龐通 辦事調查清楚才開下判斷 蔣幹如果不是有信心, 是不會力戰的 文若你認為呢? 據我所知, 龐通有抱負, 知欺遠大 是, 但是他不會甘心只是做個謀事 正所謂梁琴雜目而妻 對他而言, 合情合理 而且, 丞相需要鳳初 為什麼? 他和諸葛亮同出一緣 臥龍式的鳳初也了解 劉比有臥龍, 我曹操有鳳曹 可以與之制衡, 大大增加成全 掌桿去推薦有功, 我會掌上你 謝承襄 承襄 先來一個皇貴投城 這麼巧合, 又來一個馮初 裡面會不會有詐? 兵不厭詐, 不應該排除任何可能 不知道韓軍師有什麼看法呢? 在也認為凡事都要小心為上 為了適宜 不如讓我先去試探一下 龐通投城的真意 我會和司馬謀事一起去 據最熟悉東吳的內部情形 可以看出端藝 這樣也好 想去嗎?你幹什麼? 曹操上喜歡用這種方式 來接待投城的人嗎? 不要再一路裝模作樣了 你是假以投城, 命有所套的 說, 究竟有什麼居心? 我是真心來投城的 我和蔣幹已經說得一清二楚 是周虞冷待我 周虞冷待你? 雲信, 你在東吳那邊 有沒有見過周虞冷待他? 我在東吳沒見過龐通 我不知道周虞有沒有冷待… 你沒見過 那就是他那個說話未可當真 雲信 周虞有沒有冷待你和諸葛亮? 周虞有冷待過我們 他氣量這麼狹窄 只不過… 我真的人人都被周虞冷待了 又不見其他人過來投城? 又不見諸葛亮來投城? 龐通 你和諸葛亮都是水鏡先生學生 他最著重的就是孔子之道 我經常教導你們 做人最重要是忠誠不能事義主 諸葛亮一直以來都忠心留備 而你亦應該對孫權忠心不疑 你竟然不聽尊師教誨 求然來投城? 你根本不是真心 你是寧有目的 我自問心清可比明月 根本不需要向你交代 快帶我見誠相 曹誠相就是懷疑你 很容易就可以適宜 我有一條必勝的計策 有座曹誠相打敗東吳 曹誠相只要聽了 就不會再對我質疑 每個人來投城 都說有必勝的計策要宴給丞相 而且根本你這個就是藉口 是有必勝的計策 現在說出來 看不到曹誠相我是不會說的 言不由衷, 居心叵賊 人來 是… 打 是… 你這個卑鄙小人 想加害冤枉, 繼續打 打香港, 吉巴為己 品寒軍師, 龐統被打致不省人事 現在送去監牢 好, 只有他醒來再打 打到他承認假以投誠 心懷不軌為止 領命 韓軍師, 這樣打法會打死人 不要緊 不要, 丞相身邊出謀獻賊的人多的事 無須多一個龐統 原來你怕多一隻香爐, 多一隻鬼 你說什麼? 沒有 我不是怕龐統和我爭公 我不是怕龐統和我爭公 我有實力, 我為什麼怕他? 萬一打死了龐統 丞相追究起上來 你怎麼交代? 當然要如實報告吧 是你說龐統非常可疑 我才嚴刑逼供 你現在看的是TVB USA 官方頻道 想看更多TVB精彩的節目片段 就快點按下鐘鈕訂閱吧